其實表面可能整個恆大問題 表面都要看二三千億的東西, 但內裡可能講一萬億的事, 分別在於甚麼呢?我們在股市制度上, 我們在合約上,在見到的債項上, 其實那些數字是有盈的, 即是無論多少錢都好,你計到出來, 但其實現在問題恆大後面一些 用商業協議形式而組成的一些似乎債務, 似乎情況更嚴重,而且似乎過程 牽涉香港的一些工商巨價,都幾明顯, 譬如重慶首府,我們新世界似乎都在漩渦裡面, 甚至玩具大王,全部都在裡面, 甚至他們夾著都要幫手再扔錢出來救一救, 整件事可以這樣看,現在在北京都幾清晰, 第一是恆大有時抗拒不隨便拆骨賣資產, 他覺得自己將來還有前途,還可以做生意, 背後underlieing的意思, 可能那些資產根本不只屬於許家印 這控制範圍,可能在後面很多金主, 金主甚至是香港人, 這可能他只是在保護這件事,是在角力, 而第二,恆大本身,北京怎看這件事呢, 或恆大跟香港富豪之間那些在桌底的 一些千絲萬樓的資金插放, 或是商業利益,在一個樓盤上, 明明沒有發展商份,原來發展商最大佔了利益, 這些要怎樣處理呢,我相信還要些時間, 可能國內單位還有抽屍剝檢查, 這樣才會有一個判斷, 暫時看恆大會否突然間行爆, 我看不會,你會否好像海航模式, 拖你一年半載,做債務重組, 然後再把殼重新包裝過,重新去另一集團, 然後再對高管實施懲罰,有可能, 但總體來說,恆大已變成一件可能恆常事, 第一,因為他這件事雖然大, 但他這件事已經沒有爆發性, 不會突然間爆發導致傷害到整個宏觀經濟, 似乎這件事已經被凍結國內慢慢抽屍剝檢查, 而另一方面反而過程會否找到一些資料, 就是香港發展商,除了香港做壟斷外, 現在連國內房地產市場或其他市場都有參與壟斷, 這個似乎查出來後,可能北京還會多些動作, 這是不樂而提案之華,或將來的事, 但暫時看恆大都在這水平被人佔一角在查, 而不會有突發爆炸而導致整個經濟受影響, 至於其他內房股或其他國內企業 都不斷出現突然間暴跌突然間暴跌, 這個可以看出一點,尤其近期出現那些, 因為分老大部份已放聖誕價, 實際上少資金,一些不是歐美的分老資金, 等於已足夠在股市興風作浪, 現在似乎他們興風作浪賺錢多於整體環境, 最終會否很海航,最終有人要落幕呢? 許家印現在可能暫時還有很多牌可以打, 甚至可能因為太多隱藏合約和協議, 這些如果一揚出來某程度上許家印可能領了工都未頂, 所以在整個恆大調查裡面, 許家印是否完完全全絕對捱打呢? 還是錢的問題呢?都未必, 還可能在講人物之間的關係, 跟某些集團利益有關的一些交易, 可能許家印都做到一個可能變金手指的角色都未頂, 這就是慢慢看,整件事可以很大變化, 而且獨特性或整件事的爆發性不在於灰犀牛爆炸令到經濟崩潰, 而可能灰犀牛在香港的工商巨價身上發生, 整件事真的要很多資料才可抽籤剝減, 暫時我們看到的只是股市公開資料, 基本上後面內幕的東西看不到, 即是否會爆單, 或譬如我外穴外戶的大王要跟你吃個地, 跟著甚麼關係呢?為何是單日呢? 這些問號,甚至會否立即吵季子都在呢? 真是你猜不到的東西可能在, 除了大家想著的塗底局之外, 塗底局還有下面那層大家看不到, 整件事可以這樣說, 可能都做幾多花邊新聞, 但總體看得一點, 就是它不會對整件事炸傷大家, 因為大家它的股票都扔掉, 它現在點折好點升好都不關大家事, 某程度上只能有一個心態, 吃花生心態, 看看將來有甚麼捲入來, 而大家真是掛目相看, 雷曼和恆大分別在於雷曼迷債, 結果資不底債還不到債, 而恆大暫時看下去, 除非它還有很多隱藏債務, 債看下去它是還債的, 而且它還有些地可以發展, 還有些前景, 和雷曼是兩件事, 雷曼事件覺得對金融體系 中成一個炸彈,核彈式打擊, 核彈式打擊香港人其實感受到, 就是當時其實雷曼迷債, 你就算在跑馬地球前找一個人出來, 可能它都不見了五百萬, 可能它都不見了一千萬, 因為當時鳳銀堂見到那些銀堂有錢, 都會勸你買accumulator, 因為你升幅得快, 跟著一百萬很快變三百萬, 很快變五百萬, 但跟著一跌就剩下沒有, 就算做金融調解都只有五十萬下額, 即是說你一個很大份額保障很小, 這一個是雷曼迷債的問題, 而它根本資不底債, 錢已經分了出去, 但恆大有少少不同, 恆大無論草地儲備或現在發展樓盤 都有一些價值, 某個程度上, 恆大每一個借貸都有patch, 即是有五百萬的抵押, 即是說它似乎未去到資不底債的情況, 但至於它跟外債關係, 會不會不還, 因為它不需要再借外債, 外面評分評級對它來說沒甚麼意思,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就真的要看跟著發展, 但現在看來恆大股價總體向下, 它都升下跌下升下跌下, 有波幅在, 如果大家玩波幅可以玩波幅, 因為是賭博, 但另一方面似乎恆大會凍幾年, 先講制裁反制裁, 南非國務院我看, 如果我沒記錯, 它只是重新再講一次, 之前已講過制裁, 其實這次二次制裁, 只是純粹將以前它在做的事再講一次, 即是沒有實質的作用, 沒有加人,沒有加成份, 中國大陸的反應都有講這件事, 而且似乎中國大陸也沒有特別反應, 因為之前它說我之前已反制裁了你, 今次只是講一次, 我都不知你為何, 即是否忘記了, 這件事很怪, 包括五馬聯盟,包括歐盟, 他們出了外長的一個聲明, 某程度上關心香港的選舉是否有門檻, 而門檻導致某些人入不了, 民主成分倒退這些, 當然香港政府和中國大陸都是反抗, 而接著似乎那個熱度不夠, 坦白說熱度真的沒有, 你一想其他國家怎會理這些, 你講完之後其實只是一次聲明, 其他國家不會理, 你聯合國任何一個人權委員會 甚麼都好都不會拿出來講, 跟著再講一個二次制裁的一個新聞, 但這新聞又奇怪, 這是二次制裁, 本身那些人已在你的名單上, 你跟著再講一次即是講一次, 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 這格局看來雖然香港人已經有七成人不出來投票, 香港很多見到宣傳說幾成功, 我們不出來投票現在國際可以因此而發聲, 但似乎大家看錯了, 我坦白說大家看錯了, 就是今次的一致聲明之後後續動作 都是在翻炒幾個月前的事, 即是基本上這件事完結了。